嗨 我是巧克力 說到甜點 最近都是一堆的抹茶 上次才剛開箱了 9 款的全臉抹茶蛋糕 聽說連佳樂福都有出一系列的抹茶喔 是不是很誇張 那今天呢 沒錯 一樣也是抹茶甜點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路易莎的 金天格抹茶甜點 是最近4月1號才剛上市的 厲害的是 是號稱抹茶界的LD 那到底有多厲害呢 我們等一下吃了就知道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訂閱關注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且在下面幫我按個讚喔 那影片就開始囉 首先第一樣我們先來吃抹茶慢烤巧克力 價格呢是45塊 說實話我還沒有吃過路易莎的甜點 這算是第一次 其實這一款呢只是內用而已 因為它的巧克力其實很容易就融化了 如果外帶的話高溫之下很容易 它的巧克力就化掉了 路易莎的甜點其實都算蠻便宜的 吃起來其實我覺得它的抹茶是好吃的 但是它是屬於甜的抹茶 它的甜度的話大概是介於7到8分甜 以不太吃甜的人來說 對於他們這一款應該是屬於太甜了 這一款的抹茶和巧克力其實蠻均勻的 就是不會太突顯抹茶或太突顯巧克力味 但其實我覺得有點普通 沒有感覺到很驚豔的感覺 45塊這樣一個巧克力其實好像還好 而且這一款認真不能再試溫放太久 它其實已經有點融化了 不過味道上整體來說還算是不錯的 那第二樣呢是他們的抹茶布朗米 那價格呢是45塊 聽說他們家的布朗米算是招牌喔 上面感覺是一層白巧克力 然後還有一些堅果 然後中間呢是有一些很像核桃的顆粒在裡面 其實他們家的布朗米算很紮實欸 有點像是磅蛋糕的那種感覺 他們的核桃顆粒很多欸 嗯 這款吃起來不會太甜欸 這個甜度大概只有五分而已 而且它的核桃顆粒很多 所以吃起來核桃味蠻重的 搭配上面的白巧克力其實還蠻搭的欸 而且口感上真的很像是磅蛋糕的口感 其實他們家的布朗米啊 除了可以這樣吃之外 有些還會會建議微波一下 然後熱熱的會更好吃 其實這樣一個45塊啊 其實算蠻便宜的 比剛剛那個慢熟巧克力 我覺得還要值得 那第三款也是最後一款 就是我們的抹茶派 那價格呢是80塊 它抹茶派旁邊是白玉欸 可以看得到白玉的剖面 一整塊的白玉 我覺得這款的白玉超Q的欸 因為它的甜度呢也是像剛剛那個慢熟巧克力一樣 大概甜度七八分 搭配白玉真的蠻好吃的 因為它的派的餅皮是屬於很酥很香的 其實搭配抹茶然後再加白玉 甜度上呢會比較中和一點 我覺得這三款裡面吃起來抹茶派的抹茶會比較苦一點 也是這三款裡面我覺得最好吃的一款 那CP值的話我覺得剛剛那個布朗尼的CP值會比較高一點 那這次的抹茶全部吃完啊 我覺得和全聯的抹茶味道真的是很不一樣 那露伊莎有他們的獨特特色 然後全聯也有他們獨特特色 以甜度來看的話我覺得露伊莎的抹茶甜度會比較高一點 全聯的抹茶有時候會屬於偏苦的那種抹茶 那他們這次呢出了甜點之外 也有出抹茶的烤布雷 然後也有四款的飲料 就是抹茶牛奶 然後還有純濃抹茶的那種抹茶牛奶 然後還有抹茶咖啡還有抹茶的冰沙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記得訂閱關注我們 並且開啟小鈴鐺然後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